我觉得是一个很新奇的体验 就是我们当运动员的时候 大家都没有很想要输 大家都很好强 但 我觉得我们必须要去 我啦 对我自己来讲 我们必须要去 学习书这件事情 然后学习说 学习说有些事情 即便是很努力的 那也可能没有办法 完成这个任务 因为他就是一个 很活生生的例子 在那我前面就是他 成就很高 非常的厉害 然后他很不想要输 个性上 其实很不喜欢放弃这件事情 一定都是团队 那你完成输 跟没能完成输 又差很多 对 让你会想要复乱 那你完成输 那个雨下很大 对 你们看错了 那是雨水 因为我时间差不多久了 你什么事 我没很久 来来来来 手说啥 没事没事 够了够了 尽力就好尽力就好 对不对 你是不是现在手痛痛 对不对 对不对 现在手痛痛的忙 第二次就会比较顺了 对啊 对啊 你怎么了 你怎么了 你进入一个自己的世界了吗 抱一下啦 没事 我看你 他看你想哭 我又想哭 他不完 不完疼的时候真的是 我不想了 我也是 对 我知道 所以他 你不要这样 把他泡我的手 知道他可能会输别人 或是他可能 没有办法赢别人的时候 然后 即便他口罩说 没关系 我没事 好像都是笑 笑中在那样 不知道在干嘛 但就会知道说 那个就是 某种程度运动员的 的精髓吧 就是 就是为了成就 怎么可以输呢 就是为了成就 怎么可以 是不是 你 不过 一个 都 臭 是 不是 不是 你 不是